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路上级华人资讯网的记者Tricy在11月9号的报道 那么当前加州的医保窗口期已经开放了 自11月1日起开放至2022年的1月15号 路上级县保险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华兴保险的总裁张国兴对此表示 2022年的个人健康保险变化很大 不仅保费普遍下降 更是出台了全新的零保费的措施 张国兴表示政府对于2022年的医保的补助力度是非常大的 以家庭人口和收入为基准 加州大约有70%的民众符合零保费医保标准 即民众无需为医疗保险付月费或者年费 张国兴指出其公司已替多位洛杉矶县的民众申请到了零保费的医保 比如说有一对年约60岁的夫妻 两人的年收入合计5万美元左右就申请到了零保费的医保 另外在记者问到2022年没有购买加州医保的民众是否依然会被罚款时 张国兴表示 新冠疫情并不会影响2022年加州医保的罚款条款 所以没有购买加州医保的民众仍然会被罚款 而且罚款金额比去年将有所上升 他说罚家庭年总收入高于应缴税额的2.5% 或成年人罚款750美元 儿童罚款375美元 根据资料显示 2021年对于没有购买医保的成人罚款金额是695美元 儿童罚款金额是348美元 另外记者还问到了关于2022年医保的一个购买趋势 那么张国兴就指出了 在疫情之前很多的民众都会选择保费较低的HMO的类型 但是疫情以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选择保费相对较高 但是医疗服务更直接的PPO 张国兴坦言身体状况不好的民众 购买保费相对高些 但是医疗服务更全面的医保将更为理想 另外 张国兴强烈建议没有涉安号的加州民众 也应该在医保窗口开放期购买加州的医保 他说虽然没有涉安号的民众在购买医保时 没有办法得到加州的医保补助 但是购买普通的加州医保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外他还指出 自疫情以来 购买旅游保险的民众人数直线上升 但是购买加州普通医保的效果 往往会比购买旅游保险要更好 因为 与普通医保相比 旅游保险是有上限的 大部分旅游保险的上限为10万或者20万美元 而且不投保 或者原有的病况和新冠检测或者治疗费用等 能保的东西不多而且不全面 而普通医保能保的东西相对更全面 而且没有上限 那么提醒大家 2022年的医疗保险 加州地区民众 必须在11月1号到2022年的1月31号期间购买 2021年12月31号前完成购买 则新医保在2022年1月1号生效 如果于2022年1月1号到1月31号完成购买 则新医保将于2022年的2月1号生效 做到数学习教育 会计神医保险 则新医保险 3月3月18日